仅要说的这位德云社干将,论名气远不如几位走红的师兄弟打,论相貌更是在德云社后台属于群魔乱舞那种,不过论才许此人却可排同杯前列。 这就是李云杰帅的是李云千,胖的是李云杰,逼着给他的评价就是八个字,忠诚良相,孝子贤婿。 一,孝子。李云杰是北京大兴庞个庄人,看清楚了,又一个北京土著当鹏跟的。 而这个庞个庄,则被月云鹏多次提起,那是因为他和孔云龙当年就是在庞个庄养狗,也是在那里,他们和当时还叫李伟的李云杰混熟了。 当时,孔云二人老是吃不饱饭,而李云杰家里有地,有的是菜和瓜果,于是,月云鹏他们没少把人家修风。 李云杰是一个苦命的孩子,三岁父亲车祸去世,二十二岁母亲瘫坏在床,有个弟弟还整天打架斗殼惹事。 不过,李云杰从不抱怨,一边照料母亲和弟弟,一边为了生活奔波,年纪轻轻就担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。 二,忠诚。 李云杰从小喜欢此意,是一个京剧票友,先是拜师杨勇术学习京剧轻衣,又拜师杨敬明学校上。 2004年在一家回民办管理李云杰,第一次遇到了郭德纲,巧合的是,当时旁边还有经文声。 李云杰的底子好,郭德纲就他去德云社学习,由于他已经有降生师傅,所以他就拜师郭德纲当西河门弟子。 后来经过杨敬明同意,他在校生界跳门赶拜郭德纲,赐一名李云杰,算是正式加入了德云社。 2010年8月风波,德云社一度停演,李云杰找到郭德纲说,真要是干不下去了。 回头我们哥俩开个洗车房,家里拆迁三套房子,我和弟弟一人一套,另外一套卖了给您,宝达诗文。 老郭当然没要钱,他非常感动,以后多次提起此事称呼李云杰为,忠诚孝子。 三,贤婿。 李云杰结婚时,郭德纲收到妻子为义女,而李云杰就成了郭德纲的干女婿,在徒弟情分之外更加亲密。 等李云杰有了女儿,郭德纲赐入名大盘,来人平闺女叫大盆,身为老爷的郭德纲,更是给外孙女写了一句著词,万里江山红找遍。 熟悉郭德纲的人都知道下一句,以天风月马提宽。 四,梁将。 李云杰在德云社一开始是开场唱太平歌词,底子好紧不快,他不久就正式上台定位捧干。 第一位搭档是赵云霞,赵云霞嘴最包袱多,李云杰一开始还颇为设立精神出错,好在两人取长补短,配合日真成熟。 不幸赵云霞退出后,李云杰又改给重装上阵的老熟人孔云龙捧干,两人倒是感情深厚配合默契,无奈重上归来的孔云龙,缺少了以前的灵气。 两个人的风格雷同都属于比较慢热型的,至于低程度上,也限制了这个组合的走势。 不过,李云杰和孔云龙不同,他是两门暴,甚至说,他在乘书上的经历比捧干更多,而且,他还担任了德云书馆的队长。 李云杰的评书水平进步较快,破为过得刚少时,老郭分发微博,评书一记,日后得我一波者,李云杰也。 这评价够高,为什么李云杰的评书这么好呢? 难道是因为?胖,五,弟弟? 李云杰的德云社有个弟弟李赫东,李赫东原名李东,他比他哥小七岁,在上学的时候一直是个麻烦精,打架都是尝试。 为此,获得刚主动提出,将高中毕业的李赫东,弄到德云社来学相生。 别说,李赫东在上升上比他哥要有灵气一些,彼此认为,李赫东的碰钢水平,有可能超过他前哥。 如今,李赫东的大道是他师爷谢金,两人的风格和走红的月云鹏烧饼将赫伦之流完全不同,尤其是李赫东不光没有骚浪见娘这些玩意,反而走了飞气这个路线,表演非常的阳刚,在阴盛阳山的德云社里,可谓是独树一致。 月丽家兄弟能在德云社里花开两朵,个领风操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